又发生彩查车翻覆意外 昨天一步载了八名彩查工的货车 行经南投信义的新中恒公路 疑似车子要爬上陡坡却失败 当场失控翻覆 车上八名工人被抛出车外 一名77岁老妇人伤重不治 另外七名彩查工分别轻重伤 这样超载的情况 在南投不少查区都经常出现 受伤的女工被紧急送医 全身多处挫伤骨折 还有好几名伤者接着送来 全都是采查女工 虽然紧急救治 不过77岁的阳性妇人 还是伤势过重回听法术 病人送到我们医院的时候 已经差不多大概四个小时 那来的时候是没有心跳 没有心跳没有呼吸 血压也量不到 然后全身是冰冷 回到事发现场 照射的货车翻落山谷 冲创力道之大 但当时坐在车斗的八名 彩查女工全被甩出 清晨这部货车 行进南投信义的新中恒公路 经过神木村110公里 一处产业道路时 一次车子要爬上陡坡却失败 翻路近十米深的边波 这条产业道路坡路超过二十度 加上只有一个车身宽 路况并不好 不少当地的茶农 为了节省人工 会以一天不到一千块的代价找工人 因为辛苦加上风险高 每道采茶季严重趋工 这些高龄阿嬷为了赚点微薄收入 也甘愿冒险 吹工严重让采茶公高龄化 厂农为了压低人力成本 也挺而走险 警方表示 依照规定小货车的车斗不能载人 将会不定时加强取缔 避免意外再发生 吉尔林健身赖志杰南投报道